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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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歡迎來到恐怖一小時的時間 大家新年快樂 新年有個新朋友要介紹給大家認識的 他是一個塔羅斯 名字叫子欣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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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給我看過,之後我就記得了 接著我就在MH做節目,看到你做節目 於是我就過來問你,為什麼過來找你聊天呢 因為我看到你做節目的時候,你在跟別人在看塔羅牌 所以之前你就不知道我是做塔羅的 不知道的 其實因為我做了很多很多年 反正我在不同的媒體見過你,認得你的樣子 因為我為什麼要找你呢? 因為我想學塔羅牌 那我找誰學塔羅牌呢? 本來有個朋友有學過塔羅牌 他很多年前幫我看過 但他移民了去台灣 我就說不如找一個人跟他學塔羅牌 我也想試試自己的靈感到不到位 但有些太醜樣,我不想對著他 醜樣不想對著他,聽不懂 如果大醜樣,你跟學習很辛苦 對,你跟學習很辛苦跟你說 有些時候你經常對著他 找些好樣的人看著他,會開心一點 但你對塔羅這件事有興趣 我真的不知道 直到你真的跟我說 你自己搞網台,你也是會做主持 我才知道原來你是說一些跟靈界有關的事情 為什麼你會入了靈界的學校 我不是說的,其實我靠你吃飯 我也知道,聽你講了 兇殺案,總之關於一些很深刻的事情 為什麼你會入了這個範疇 因為有鬼 因為有鬼 真的,說真的 不過我已經講了很多集 大家朋友聽起來都知道 知道 今集我最主要想問你幾件事 當然問問你有沒有鬼故事跟阿King 另外,我有兩個問題想問你 首先試用塔羅牌 幫我看看有什麼可以看到 我記得我的人生 找人去看塔羅是試過兩次 這麼少 有一次是很少的 有一次是在蘭桂坊 我有個朋友認識了一個葡萄牙人 他就一起喝酒 然後那個葡萄牙人是做塔羅的 我就問他一個問題 就是問他這陣子是怎樣的 他說你最近要做手術 然後我心想 年輕的人十幾年前 我心想說,做什麼手術 是不是傻的 但是他跟我問完之後 一個星期之後 我就牙痛 牙痛 然後就要做試過牙 這個是手術來的 因為都要戒開它 另外 即是基本上他說的話就中了 中了 然後我另一次就問我另一個問題 一個朋友叫Pers 他就跟我看另一個問題 都是一些感情問題 他就說你最近會分手 我怎麼會 誰不知 都是隔了幾個星期之後 突然間那個女兒就歐佬 就成了真 對 歐佬 他有說到歐佬 他直接說了 他有第三者出現 OK 他幫你看得很細節 都是一種感應 不過今天我覺得 我們不會在這裡說塔羅的原理 因為你們說恐怖一小時 你們好像想知道一些 比較 老實說 我會這樣說 表面的東西 這些是表面的 即是鬼 覺得有鬼 覺得有 有些跟我們不同的 他們跟我們不同的東西 其實是一些表面的東西 那些實情的 即是塔羅的原理 你來我的節目 我才告訴你 好 我想問一個問題 因為我久不久 經常會自己去看看哪些地方有鬼 例如我也是住在鬼屋 你現在住在鬼屋 現在不是 搬了 住過鬼屋 住過一兩間鬼屋 都挺猛 譬如有時候去靈探 我又不喜歡約人 我不喜歡約師傅 其實有什麼辦法 我學了一些東西 而我知道那裡有沒有鬼 學了一些東西 知道那裡有沒有鬼 即是我學了一些東西 這個太容易了 太容易 會不會有些東西拿出來 然後我用什麼去感受 那個地方 究竟有沒有靈魂 有沒有鬼 不用我講 你有沒有聽過 譬如寶寶 狗仔 肯定他會知道 你會說 OK 我把整隻寶寶出街 那些太流了 我覺得 那些人都知道 有些東西 你可以提供給我 我根據你的方法去試 你會說 我剛才說 寶寶 狗 其實 根本上 那個方向是正確的 就是說 你如果練你自己的感應 練你自己的感應直覺 其實這個是第一 是最準確的 然後你說當然 那些靈擺 當然可以用 靈擺可以檢查到所有的東西 例如那個食物 靈擺是不是 那個會轉來轉去 那些Dowson Watt做什麼 就是Dowson Watt 就是轉左轉右 那些東西 那些都是可以幫助 但其實相對於 我自己就覺得 你用那些東西 我都不用的 不過我看到很多人 會用來檢查 我會覺得 就算你用 它也是一個 諮詢 等於塔羅一樣 基本上 我們自己都很少用塔羅 去問自己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你練的是 你自己的聯繫 譬如 channeling 你一定有聽過 通靈 所有這些東西 都在說通靈 你自己都通不到 那你拿個靈擺來 又說不定 你自己的手在擺 到底這裡是有高靈還是低靈 即是靈都有分高和低 它為什麼會在這裡 那麼像八字那些 八字 伸強伸弱那些 伸強伸弱 裡面所說的東西 全部都是說靈魂的東西 八字比較少 牽涉靈界 它是一個 數字 分析出來的 又有這個方面 但是裡面 其實 必定 是牽涉到靈界的 其實這些所有的東西 不如這樣 我不問你塔羅 我問你 你有沒有見過鬼 鬼啊 或者感受過 有沒有見過鬼 或者最接近 覺得自己是 有鬼跟你接觸的 一件事 有沒有試過 我不知道我這樣說 你又會不會又說 哇這些是太行 我們自己 如果你覺得 有些人說 怕鬼 其實如果我們怕鬼的話 等於一隻鬼 很怕鬼一樣 所謂鬼就是靈魂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一個靈魂 不過我們練習的就是 我們怎樣可以聯絡到自己的靈魂 亦都聯絡到別人的靈魂 有些靈魂是有身體的 有身體有肉身 而有些人是沒有了 就是這個意思 你這件事 雖然有一點心 但是 剛才你說的靈魂 沒有了肉身 或者它什麼都沒有 只有一個訊號 但是為什麼 能量 或者說能量 但是為什麼我自己一個人 要跟我自己的靈魂溝通 靈魂本身已經在我身裏 我喜歡怎樣就怎樣 我們又要說到一些 我怕會悶到觀眾的事情 對不起 大部分人都跟自己的靈魂 是失靈的 有誰 很多人 或者我們小時候 我們就跟自己的靈魂 越連接在一起 但是我們大大的 最幫助我們 最令到我們離開的靈魂 就是我們的頭腦 為什麼呢 簡單來說 你的腦和你的心 你知不知道什麼時候 是你的心出發的 什麼時候是你的頭腦出發的 你自己說吧 你告訴我們 你知不知道 你覺得 有分別 一見忠情一定是由心出發 有心出發 OK 因為你見到那個人 你一正喜歡他 其實你 是心發現喜歡他 才會喜歡他 如果一見忠情 即是有些感覺 是的 感覺這些就是由心出發 我很固扯當是 是這樣的 因為有些人 都會有頭腦的影響 也不一定 我很固扯當你是這樣的 所以就是說 你有感覺 所以你有感應 其實我們這裡 阿Jam 你拍攝這裡 這個場 我們已經多次證實 有很多靈魂在這裡 我想聽一下 為什麼 你問我有沒有見過 我再回答你剛才的問題 其實時時刻 是你選擇 是你選擇 譬如我是跟阿Jam的頭腦 還是我是在找他的靈魂 當我們看塔羅的時候 我每次都會叫那個 正所謂 其實就是刻意去叫他的靈魂來 好了 你說不行不行 我還未覺得夠恐怖 的確有很多人來找我 找回他們 或者死了的親人 又或者有些人 流離之前 我都會有一個 我曾經自己試過 就是有一個叫 我要去找他的靈魂 跟他聊聊天 其實他流離了 他在接近離開這個身體 以及還未離開之前 很多時候的人都會 不知道怎樣選擇 好像很多人都聽過 或者捨不得有些東西 我不是走去跟他聊的 我是選擇 我接收到我要跟他的靈魂接觸一下 讓他快點有個決定 對他對大家都好 我只是在自己家裡 我就叫他的靈魂 跟他聊天 聊完之後 第二天他就死了 走了 你怎知道 何時發現自己有這種力量 其實每個人都有 不過你練不練習 等於計數 每個人都可以去計數 但有些人聰明 有些人差一點 沒有人是不可以計數的 沒有的 其實沒有一件事是不可以做 不過是 因為我們既然是一個靈魂 其實我們不只是這一世 我們已經是 我們已經是 有些多小一點 即是有些old soul 正所謂老一點的靈魂 有些就是年紀輕一點 有個這樣的分別 然後大家 對了 你有沒有試過 有些人去 找你去看塔羅 但是問 舉例是關於 跟鬼有關的東西 或者他舉例 可能有沒有些人死了 經常纏著他 或者他有些解釋不到的東西 想問塔羅 找個解決 解釋不到的東西 來問 就一定有的 的確 除了有些人刻意 就是說 他有些過了生的親人 他很掛念他 即是當我是問米婆 不知為何 好像那些人有分別 但其實我們都是頻道 其實那個 分別可能是會有的 如果你說有的話 我自己是刻意選擇了 我原則上是不聯繫低靈的 低靈的意思是什麼 靈魂有分不同層次 我基本上是設定了 我自己下了一個指令 指令很重要 即是一個你自己的保護 也是你的保護 那低靈和高靈的分別是什麼 低靈的分別就是他不知道自己在哪裡 他不肯定自己在做什麼 即是說他有可能會去傷害人 或者其他事情 他會有可能做這些事情 即是浮游在這個空間裡的鬼魂 可以這樣說 一些的能量 那高能呢 是不是我說得太小聲 你經常都這樣看著 不是啊 都不是的 如果是OK的話 我不會加大我的聲線 因為這樣是有不同的能量 高能是什麼 我覺得是很熱的 你坐過來 很熱 不知道是不是你穿了黑絲 有關 很熱是因為我的能量 對 很熱 我感覺到很熱 平時都很流汗 你坐過來 我看到你又不停流汗 很熱 會不會雙衝呢 大家 雙衝 你覺得是氣場雙衝 那就要開開八指了 那高能是什麼呢 高能呢 會是一些有智慧的 我們叫做有智慧的靈魂 很多高能可能來過這個世界很多次 而他是選擇不再來到這個世界 比較多的高能是選擇不再回來這裡 因為他在一個圍道裡 已經有很多類似我們的人 懂得跟他們聯繫 而聽到他們說話 那他是不是借我們肉身 來把一些訊息 說給這個世界的人聽 但是他是不是一個存在了很久的幽靈 我舉例 譬如他會不會是 他可能已經二百年前死了 但是他已經變了鬼 他知道自己是鬼 他也都在這個世界上 可能無意識地有意識地出現 有些原因他不可能不去投胎 但是他一直在這個空間做高能 他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他不是一直在這個空間 而且他們不會叫自己做鬼 他們是一個靈魂 或者他們會叫自己做能量 能量 所以他不是一直在這個空間 你說我們這個圍道 第一他是沒有來到這個圍道 但是他跟我們接觸的時候 接觸完之後 他會回去 或者是去任何一個他選擇去的空間 都是可以的了已經 不如我問你一個問題 用塔羅 好啊 我想兩個 我這一節先問你一個 好啊 其實我覺得 認識別人 你想認識那個人的時候 或者想跟他聊天 本身你也有一個 跟他比較接近的氣場 才會覺得可以跟他聊天 要不然有些人九五八八 總之你不會有些人 你不會跟他聊天 我不知道跟一個人的氣場 或者他的能量 是否有些相近 還是有些互補的一個情形 你說這件事聽起來 真的比較像八字 八字是其中一件 我覺得有興趣去研究了很久的東西 真的很準確 所以八字真的 譬如說 我黑者為妻才這樣 如果你是贖金的 金就是黑木的 所以你看到熟木的女生 你總是特別會喜歡的 那真的很準確 這件事 糟了 上兩個星期 KK師傅跟我說了我熟什麼 我忘記了 我好像是熟木的 你是熟木的 即是隔木 因為木又有分陽和陰 那你像隔木 因為陰陽其實很容易看 你看那個人 他有多陽氣 或者陽光氣 或者他有多陰柔 月木的男生 第一可能漂亮 可能他會白一點 還有他會柔一點 那你是偏向剛強一點的感覺 所以這些就是所謂很準確 是不是 你可以很柔的 其實 柔的 我幫我問一個問題 好嗎 我們有機會開個八字看看 怎樣開始 好啊 你現在想問塔羅爺的時候 你可以先洗牌 你在洗牌的時候 你洗牌 可以 我怎樣洗牌 怎樣洗都可以 我把你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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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所有的靈 靈魂 都是能量 有些人 就說 我有沒有鬼上身 這些東西 我在節目裡 也有說過很多次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都有的 有靈魂跟著的 不要說我嚇你們 特別是如果你們喝酒 一喝酒的時候 我其中一個學直覺的老師 就說 他看到那些人一喝酒 就馬上那些靈魂會撲起來 因為他一喝酒 你想想 通常喝酒之後 我們人會怎樣 說話大聲一點 要是高一點 要是靜一點 要是靜一點 為什麼他會高一點 靜一點 因為他控制自己的能力低了 對嗎 沒錯 控制自己的能力低了 所以那些東西就來 想 都對 不是說搞他的話 利用他的身體去做一些事情 為什麼要利用他的身體 一會兒再問你 因為自己沒有了 好吧 因為我在年頭 年頭的時候 其實有幾個師傅都跟我說過 有些我不認識他 他無緣無故在我隔離公司隔離開佛堂 他就跟我說 你最近要小心 年尾有鬼 會影響你 那我就 反而最近 我覺得 我沒有鬼 有鬼的時候 會感覺到有些事情 會聯繫到 某些事情 但我最近感覺到我沒有 但是 變成一個人 情緒不好 反而 情緒不好 那你所說的鬼 如果是 很靜 比平時更靜 更靜 如果你 通常 你現在說這個情況 應該是這個情況 才是有些 你甚至乎 無法感受到 我們不叫他 我們叫他做 entity entity 中文我不知道怎麼說 或者是 不知道怎麼說 我們不叫ghost 就是所謂 叫他做entity 一些的能量 或者你說 照正來說 是這種狀況 才像是有entity 那不如問問一下 可以 然後再回答他 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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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未必一定做完所有的流程 不過你這個節目比較特別 可能觀眾都喜歡知道 看到 我們做完所有 平時我幫人做reading 一個長的reading 會做的細節 你可以把你的左手 放在卡的 你放在這邊 放多少你自己決定 好了 我的左手也在上面 現在我就會請 阿jam的高我 他的higher self 保護著他的高等的靈魂 好 甚至乎一些 在光明中的 他的過了身的親人 來到這裡 幫他 給他一個答案 給他問的這件事 如果這件事是真的 就給他一個很真確的答案 好 All the answer is for James Highest Good 好 好了 那現在呢 你第一個問題 你再說一次 你第一個問題是甚麼 還有告訴我們 你現在的感覺是怎樣 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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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說有東西的那個靜 還是平靜 平靜當中帶少許波濤洶湧 好 波濶洶湧 平靜當中帶少許波濶洶湧 這件事呢 只有James才說出來 平靜當中有少許思潮起伏 思潮起伏 好的 懸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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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說出你第一個想問的問題 我想問 這一陣子是不是有些靈體想跟我溝通 是有些原因是找我的 好 那你用你的左手拿一隻派 想著這個題目拿一隻派出來 好 可以 他說呢 你其實是害怕的 對於這件事 你看到了 這隻是恐怖 可以給觀眾看 可以 當然可以 還有我們可以出大牌 其實可以出大牌 好 其實這隻牌是在說的 就是說 控制權始終在你身上 你首先要知道 因為你的恐懼 而令到的而且確 有某一些同樣能量 其實恐懼是一種低陣頻 Fear 即是害怕 有少少害怕 那種感覺 其實它是一種低的陣頻 我們有大牌看 謝謝 你會見到 哇 真的有Fear 是的 你會見到 它是一種比較冷 後面 好像因為一些未知的感覺 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些 比較偏向冷冰冰的一種感覺 是的 因為你自己本身 有這種能量的時候 而吸引了這些能量 我不會叫做鬼的 它們是一些能量來的 所以主導權 我最近是有Fear 是的 所以你要知道 主導權也是在你身上 你刻意把自己的這些感覺 譬如Fear這些感覺 撥開撥除的話 因為低陣 始終它來是有的 它們到處找人幫助它 所以為什麽我會關門 就說低陣 你們不用找我了 有些人是打開自己的 就是外國有很多靈媒 不好意思 我日論序說這些 其實我就說不停了 講一講 有些外國的靈媒 不是會上電視 幫人找的 他打開了自己 找什麽 就找那些人 譬如有些被人殺了的親人 那些西奇 西奇 很多 那些 他一定是有他的第一次 就是他有某一個時候 曾經打開自己 他願意見 見到之後 其實就真的不會害怕的 你見到一次之後 就是血淋淋 我曾經打開自己的 第二次見到的時候 其實你都已經不會害怕的了 但是其實主導權 永遠都是在自己那裡的 哦 即是如果我殺了他 就殺了他 當然了 譬如你選擇 你不再去幫他們 如果不是的 他會來找你幫他 都跟另外兩個 中國式的朋友說的話 都很相似 是啊 很相似 所以為什麽有些人 有時說 就是阿準 就是因為大家說的話 都是一樣的時候 就覺得 問多你一個問題 這個 fear 會不會純粹是來自於 一個 entity 剛才你說的 所以你這句話 你意思是說 不會來自於一個 你意思是有多於一個 entity 不是來自於 靈性的 entity 會不會是一種內心 法治內心的一種 fear 所以我剛才不是說 我說這個 首先是因為你有先 跟我們剛才喝酒的原理 是一樣的 我們喝酒的時候 基本上那個人 有兩個大的方向喝酒 一是極樂 很開心 慶祝 一個就是很不開心 很不開心的那隻喝酒 他刻意不控制自己 我不喝酒 又不會吃毒品的東西 兩天都不會 那就好 但是不表示你這樣 就不會來找你 不是每個人都要喝酒才找到 這是另外一個狀況 那另外兩隻牌是怎樣 所以另外這隻牌 是叫做Balance的 Balance其實很明顯 Balance是一個高的狀態 在靈魂心靈的層面裏面 是最高的一個層次 有些人會這樣形容佛教裏面 叫做平常心 其實平常心是一個最高的層次 是最難做到的 在人世間裏面 我們都會有兩邊 喜與怒 愛與恨 這兩邊就是天平的兩邊 咦 這隻… 說真的 我不是說什麼鏡頭 亂說 為何她會早知道我的牌放出來 是啊 我們已經有一個很高的靈魂 在後面 說真的 為何會這樣 說笑我就會笑 因為你以前做節目的時候 放下了 因為她們已經很厲害 你看她們這麼快 第一時間她們就可以 對 因為她們已經很厲害 她們已經招了我的牌 這麼厲害 但是你知道有78張牌 她們可以第一時間撈出來 我們真的要讚賞一下 我們這個MIM 一會兒叫你解釋一下 為何你們會知道我抽了什麼牌 你們都有力 其實這兩張比較準的 我最近是有的 是 我來自於不同層面的 fear 不一定是鬼 其實 fear 當然有很多事情 關於我最近的人生 至於這個平衡 我覺得是更準的 因為如果有跟我平時在WhatsApp 或者在網上聊天的朋友 她很多時候問 最近為什麼不開心 我通常都會回答她兩個字 我正在調節 我正在調節 平衡 拿著一個平衡 這個平衡 這個平衡 其實我也很奇怪 她們是不是知道 我做出一個自我平衡的調節 那是不是一個問題 選上一張牌就問完 不是的 你可以繼續問下去 有很多人一直談的時候 會繼續發生問題出來 因為我們人就是這樣 有很多問題 我問一些 會有答案的 即未來會有答案的問題 可以 因為這些才能考到功力 對不對 我最近有一個新的轉變 因為我會把 你問題是真的 真的 我會把一些節目搬來這裡 自己的節目 其實對我來說 是一個挺大的挑戰 因為在不同的網站 把東西搬去另一個網站 當然牽涉到很多人力 資源 甚至乎 對我的收入 那樣的問題 我一問這個問題 就問 這件事對我的影響 是好還是不好 影響是好還是不好 裡面有很多層面 但是我在那一張牌裡面找 它給到什麼答案 好 你用左手想實這個問題 好 集中精神 這個就是你做什麼 應該 是嗎 是 其中一個你做什麼 好 好 我們看看 好 一樣 請回你的高額 給你一個答案 錢 錢 就是 放在一邊 這件事會變了 因為你看到這張牌裡面 我們可以 觀眾朋友都看看 SEER 他們會出大牌 觀眾是不會看到 只看到顏色 你自己看 現在 他們已經出了 你看到這張牌裡面 是沒有物質上的東西 加上 它這個 是代表了心靈的 是的 是代表了心靈的 你先說 你先說 我先看看這張牌的感受 好啊 可以啊 裡面這張牌裡面 有幾樣東西 貓頭鷹 其實我也是 晚上生活的人 有貓頭鷹的出現 有 准 准都是一些 孤獨又會獵殺的一種 動物 就是一種鳥類 是 而上面呢 有一個紅色 額頭的那個人 我不知道 他是否一個 巫師 Sharma 是嗎 他是一個巫師 就是他都會 做一些跟 靈性有關的事情 是 左下角那個人 應該是一些 原住民 還是怎樣 他是開心的 是的 這張牌 雖然他有很多不同的 孤獨的東西 但是 那個人是開心的 是 這個就是你 還有你剛才說 你很好 你會自己去說 有些人 你問他 有什麼感覺 他會說 我沒有感覺 雖然你剛才說 你見到的東西 你感覺還沒有說得夠 其實你可以說 多 更多的感覺 你說 是一種 一種 過程的延燒 是 一種過程的延燒 是 你繼續去感受 你看到他的時候 還有 他最看見你的 第一樣東西 是什麼東西 火 是那把火 是那把火 這個火是什麼 對你來講 代表什麼 這個火 對我來講 是一種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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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裡面 燃燒的柴 我覺得如果你沒有了柴 那些柴 那些人就玩完 就是這種 不斷有柴 給你這個人 不斷在燒 好 如果現在你說的時候 未必 注意力是聽自己說什麼 你可以看回這段影片 這個其實 就是 基本上就是你的答案 現在由我去 延遲 就是說 其實 他還有其他 當然 信號和資訊 譬如我剛才說的 Wants 是代表心靈 所以 你的這個轉變 就是 將你這個 做了這麼久 自己做了這麼久 的寶寶這個工作 轉去第二個地方的時候 其實 你能夠得到 你剛才問的是 你會得到什麼 是吧 第一 已經說 物質的東西 就真的欠奉 甚至乎 會是說 可能這個 你基本上 你都已經知道 就是說 你搬過來 會不會說 不是多了收入 而是 這樣 不會多收入 因為 其實 好幾年的收入 都很穩定 我又不會突然多了錢 又不會突然少了錢 OK 在這張牌裡面 你會看到 因為78張牌裡面 如果認識這套牌 人都知道 有些是很明顯的 譬如是關於物質的東西 甚至乎有錢 這張牌上面 這張牌上面很明顯 告訴你 是心靈層面的 就是一個蜕變 一個追尋 你會變得更加有智慧 你會跟 在你 需要更多 跟不同的人 去接觸 甚至乎 無合的時候 我不叫他做合作 因為可能 你也不會去跟別人 怎樣合作 但 我有不同的合作 有些事情 逼到過來的時候 其實這個所謂 既然 你既然是一個 都不跟別人合作 為什麼你要選擇 跳入一個大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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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動作 你有什麼想法 我沒有跳入大台 我一向都是自己做 我一向都是自己做 我不是跳入另一個台 只不過我是一個 你當作工作的辦公室不同了 我留意到一件事 裡面的生物 給大家看看 剛才那張照片 給大家看看 我發現裡面的生物很孤獨 可不可以看回 很孤獨的生物 全部都是一隻飛來飛去的東西 還有 剛才我想說的一件事 我看到有一個人在寫書法 這個我不太能解讀到 書法是代表了文采 它也代表了智慧 將古代的人 以往的很多智慧流下來 以前的人 都會以文字 即使現在 各類的東西 即是電腦 所有的東西 這麼發達也好 都還是會有書這件事 其實它就是代表了這張牌 包括書法這個部分 都是代表了儲存和智慧 這張牌是很大程度代表智慧 這張牌就盡了 其實我可以多說一些 我最近遭遇的事情給你聽 即是我想的想法給你聽 不過我們休息一會 我們回到第二節再說 好 看看 嗯哼 感谢观看